請回去 對耶 OK 那他為什麼剛剛在那邊不會動 因為你弧度不夠多 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哇 這很耗費精氣神耶 休息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做其他動作 好 等一下來動一動 他在絞殺對不對 不然等一下他要 對 對 休息一下 休息時間 其實我覺得 邏輯很好理解 只是 你修正的時候 它就是這麼窄 你一定要把它修到那裡面 然後我又不敢動太大 因為你知道動太大 它要是角度大的話 它又再偏你 又會很難修回來 所以倒不如我慢慢修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 因為它是突透鏡還是什麼的 所以你這樣看那個鏡子 它是這樣子 它是 譬如說我們這樣看 你的線 是這樣子 可是這樣代表是直線 前寬後窄 但是這跟我們 就是一般看直線不一樣 所以你還要去適應它那個 前寬後窄 有沒有對到線 你可能覺得是歪的 但它其實是直的喔 好不好 是 要克服一些 關於突透鏡的部分 通常開進去會比較容易對不對 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個應該不用練 空間有點太大了 再抓窄一點 對 好 抓單邊齁 目標是右邊 好 抓單邊齁 目標是右邊 對 對 對 OK 這樣就折住了 折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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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為什麼剛剛在那邊不會動 因為你弧度不夠多 所以弧度要大一點 對 再多一點點 它才會移動 你說它轉的弧度要再多一點點 它才會移動 對 所以如果是這裡我弧度要大的話 我應該直的推多一點點 對 對不對 沒關係 你等一下走開看 開始再偏右了 右啦 右 再打右 它如果沒有移動 你會想把它多一點 對 對 這樣才有空間 對 好 然後再回 讓它跑 再打右 再打順 再直的 再慢慢 慢慢的移動它 對 讓它順著線轉 好 左邊這一個 你看屁股開掉了 對 再把它擠回來 再把它擠回來 對 然後輪胎壓到線的時候才可以變直線 好 對 直線來 右 右到底 因為折嗎 所以右到底 右到底 我們現在變成直線了 沒錯 因為輪胎壓到那個裂縫 對 對 中間一定要做一個回正直線的動作 你才開得出去 好 變直了 對 回正 對 這樣就有空間了嘛 回正 等它到圓圓的一半 一半 弧度一半 圓圓的一半了 再打 還沒 還沒 再來一點點 好 再來 這樣才有一半 你看輪胎跑出來 對 右 右 右 對 因為要擠所以要打右 對 對 修一下 又回來 繼續左邊 你看它在偏左邊 對 很快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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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擠回來 對 所以你看 你不多一點的話你會不夠 不過它是擠不出來 好 對 你看跑那麼遠才擠出來 好 對 好 到這裡 屁股頂黑線 好 屁股頂黑線之後左到底 左到底 對 OK 然後直線 然後 回正 既然是直的 所以回正 右燈這裡要打 右燈要打 又要打 你看這邊有一點偏右邊一點點 對 有空間但是比較偏右邊 右邊可以調整一下 好 才不會那麼靠近 然後 來 跑過去的 左邊再一下 對 然後空間就出來了 回正 好 對 右燈繼續 右燈 對 這樣就開出來了 一到鐘 一半 一半再來 再來 再來 可是它自己在彎了 對 對 它自己在彎就給它彎就好了 這兩個 對 對 即使 對 對 對